比如說這個平宇 不過這個平宇後面需要加一個換行 讓它換到下一行 然後加上這個平宇 平宇的話你可以從網路上去找 它總共平宇有幾個 這個是第一種,體重過輕 這個是第二種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所以有六種 那它的那個比較的邏輯 就是如果小於18.5的話 是體重過輕 那大於等於18.5的話 介於18.5跟24之間 那就是正常 反之就底下這麼多 所以我們假設要設計一個邏輯的話 它這個邏輯真的很複雜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這一個 那當然這個地方怎麼來的 我剛剛有提到 所以這邊有一個控制 控制裡面你先找這個 底下應該沒有這種多重 它好像就只有一種、兩重、多重 然後再把這個齒輪點一下 然後再從左邊拖拉一個 第二重邏輯 一、二、三、四種 然後第五種、第六種 所以你算一下邏輯 總共有六種邏輯 然後就有六種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計算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一下 如果BMI假如是小於18.5 就輸出這個結果 那應該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要做一個 兩個要比較的話 那比較記得 這個是跟數學有關 所以是在數學裡面 你找到第三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預設是等於嘛 所以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這邊 那如果呢 BMI裡面的值 所以取得BMI 取得是第二個 變量裡面第二個 取得BMI裡面的值 如果呢 它是多少 小於這個 小於這個 小於18.5 是一個數字 所以數學裡面會有一個數字 放到這邊 然後裡面你就輸入18.5 好 這樣的話就OK了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完成 那評語部分等一下再做好了 所以我們底下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18.5到24之間的話 那這個好像上個禮拜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它是哪一個 和哪一個 所以呢 我們用什麼 邏輯裡面有一個 哪一個 與哪一個 這個 先放在這邊 然後呢 把這個 先複製一下 因為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複製這個 它應該是 應該是大於等於 所以把小於改成大於等於 這邊 18.5 再複製一個 直接拿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與什麼呢 這拉過來一點 與應該是18.5 這邊應該是24 與小於24 所以這邊打24 好 那這個就是標準的 有沒有 這個 與這個 那底下的話還有幾個 24 27 27 30 30 35 跟其他的 所以這幾個 所以這幾個好像 這三個都一樣 所以喔 其實比較快的方法是 這邊按右鍵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放過來 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多少 24 到27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一樣 再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邊 這個應該是 27 到30吧 然後再右鍵一下複製 然後再右鍵一下複製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是多少 30 到 35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看一下 30 35 有沒有 然後剩下來的話呢 否則是這一個 是不是多一個 1 2 3 4 5 做這件事 對應該沒錯啦 這個 底下這個框框是做這個邏輯 那剩下來是做這個 做什麼呢 就是 把評語加上去 加在哪裡 加在標籤3的後面 可是你說標籤3 其實目前是BAMI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換行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後面可能要再加一個換行 但是這邊沒辦法加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做一個什麼 再合併一個反斜線N 所以要怎麼合併一個反斜線N 就是這邊文本一樣做合併 所以把這個原來的這個合併拿到這邊 然後把它合併進來 再把原來的東西串進來之後 底下不是還有一個缺口 那你再放一個反斜線N 反斜線N的話就換行 我剛剛有提過 反斜線N 那意思是說 幫我在這個BMI的後面再加一個換行 OK 如果沒加這個它會串在後面 連在一起 再來的話 在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頻語 頻語的話 其實也是這個 所以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頻語 把它放到這邊 就是這一串 那我需要再把它原來的東西 它原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它這裡面的文字 所以這一塊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也可以把它刪掉 再加上那個頻語就對了 剛剛那個可以留下 它原來的東西 所以它原來的東西 那你就什麼 把它原來的東西先取出來 那這個是什麼 標籤3 裡面的資料 所以標籤3裡面的資料 我先把它裡面的資料 標籤3裡面的資料 標籤3裡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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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 把它裡面的資料先抓過來 那應該就是BMI 加上BMI 和一個換行 就是這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頻語 那頻語的話是文字 所以再加上它的文字 所以你找到文本裡面的 那要加什麼呢 因為它小於18 所以這裡面應該就放在 BMI計算器裡面的體重過輕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這個就把它提過來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實際上 就是把上面的資料 再合併什麼 它原來已經放進去的資料 再加上體重過輕 這樣的話就是BMI帽號 它的體重 換行 這邊有換行 然後再加上體重過輕 應該大概是這樣邏輯 可以懂嗎 OK 不過我是覺得這已經 越來越複雜了 但是其實基本上 這個就跟寫程式一樣 只是說它把它變成是一個 拼程式的過程 那底下這邊怎麼做 一樣按右鍵 複製一下 把它拼到這邊來 要不要改 這邊要改 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正常範圍 然後把這個字改一下 正常範圍 然後一樣的方式 按右鍵再複製 然後再放一個 所以乾脆先把它全部複製完好了 全部每個都一樣 OK 所以每個都複製 每個都 再來就是一次改 改的話就是先正常範圍 那底下的話應該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過重 這就過重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什麼 輕度肥胖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中度肥胖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重度肥胖 就剩下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 否則就剩下來了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做邏輯判斷 反正剩下來就一定是超過前面沒有的 就剩下就是重度肥胖 OK好 理論上應該就寫完了 最後的話記得還有一件事情 請你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把它併到哪裡呢 併到這個後面 所以最關鍵的時刻來了 就是把這個呢 把它併到哪裡 剛剛這個下面 完成了 OK 感覺好像真的滿不容易的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好 那最後的話呢 關鍵的時刻來了 你最後併完之後 切記上面不能有叉叉 如果有叉叉 表示程式是寫錯的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打包一下 那關鍵的時刻來了 就是要看一下結果 所以如果結果 第一個當然你前面本身就不能有叉叉 有叉叉一定是過不了 因為他像上個禮拜好像有同學 就是本身叉叉 一叉叉一定是出錯 所以裡面不能有叉叉的東西 或者是沒有完整的東西 那些都要把它丟到垃圾桶 OK你不能說放在那邊不行 他不接受 上個禮拜的同學就這樣 怎麼不行 原來你有這些 所以把它丟垃圾桶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叉叉叉 理論上只要沒有錯 應該就OK 其實我也沒什麼把握 不過呢 基本上我就照著那個邏輯 就可以把它算是寫出來 感覺好像是拼湊出來 不用寫啦 我覺得其實這種方式還蠻OK的 我發現我自己剛開始是不太習慣 反而我比較習慣是以前寫程式的感覺 但是自從有這個之後 我發現好像還OK 這樣好像可以把程式給拼湊出來 然後run一下好了 所以download並且把它run一下看看 如果OK之後的話呢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好了 OK 那一樣的方式 180 然後假設比較30公斤 這已經竹竿了 有沒有 9 bmi冒號 有沒有 換行其實就是剛剛不是有合併一個東西 反斜線N對不對 實際上就是因為有反斜線N才會換行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裝加這個東西 它就會體重過輕就會跑到它的右邊這邊 OK 那再來換一下 會不會其他OK 如果是標準的話應該是 我記得好像75吧 75應該是正常範圍 那如果再把它加到80 80應該就有點過重了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85 85的話還是過重 再來90 我試一下其他的OK 輕度肥胖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有沒有 中度 其他的話就是 假設150公斤 OK 重度肥胖 那應該 理論上應該就OK的啦 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 這個有一個比較 介面上面不夠友善的地方 就是底下這麼大的空間 那不如的話 待會我們最後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底下這邊加上一個圖 然後這個圖的話呢 就是對應到這個頻語 所以 當然啦 這個圖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哪邊找比較OK 所以我在網路上 就是 大概找了幾張圖BMI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什麼 範例資料 這邊有一個BMI-JP區 就1 1的話就是這個啦 這個比較瘦啦 有沒有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是比較稍微正常的 再來 稍微胖一點點了 有沒有 一直在一起 總共六張圖 那如果我希望把這六張圖 放到那個APP裡面 然後讓它可以怎麼樣 針對不同的 這個 評語 給不同的 這個圖的話 那這個當然最後我們有增加一個圖像1啦 所以最後再把這個圖給上傳 所以特別注意你這邊上傳文件 然後 把那個 雲端上面 有的這六張圖 那如果假設你自己可以找啦 你不願意一定要用我的 你可以用別的 然後呢把它上傳之後呢 那待會我希望在這個程式裡面 把它再加上什麼 加上 不同的 評語 就給不同的圖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不過應該可以 可以猜得出來啦 理論上就是跟上禮拜一樣 在這個邏輯底下 有沒有 這邊是設定它的文字 下面就是什麼 再增加設定它的圖 有沒有 設定圖的話應該是這個圖像 設定圖像 設定圖像這邊有啦 不過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